中華職棒 三十五年下半季的賽事 從今天正式的展開 歡迎所有球迷朋友 通過我們的頻道 來收看 《統一》7-11 師隊主場的比賽 編號第181場了 今天我們不在台南 而是來到台北大巨蛋 中華職棒 職棒三十五年終止的賽程之後 讓各隊的靠房都成長了兩成左右 這是一個內角的訴求三陣出局 這個內角訴求投得漂亮 前面都用外角球 約振華都把它破壞掉的情況 這球改塞內角 約振華是被釘在原地 回到一軍之前 在二軍也打了三場比賽 這個球在三壘防區 被陳崇廷攔下來之後 傳向一壘 這球陳崇廷攔得漂亮 我們看到這一球 是往三壘的邊線打 那陳崇廷撲過去之後 這一球如果過去 起碼是一支二人打 以完威城的角成來看 還有用球比例大概 10%的曲球 這個變化球被咬中 在左半邊落地安打 有效去消耗布雷克的用球速度 也是中信兄弟今天 必須做到的一件事情 這個訴求來得有點出其不意的 陳崇廷就完全沒有出棒的欲望 跟約振華一樣 是站得被三陣 結束了一局上半 中信兄弟的進攻 留下了殘忍 天空陣 海水散滿堅定的步伐 海水散滿堅定的步伐 我們一起走過風雨不屑 蜡眼色冬天的痛迷失 我們是最強的鬼伍 Never give up 不放棄 我們是不退的勇士 勝利的雖然 很少在心間 每個瞬間捲你一封 才是新年 可憐來來臨 我們燃起光耗 大家一起來 十字正在 德寶拉今年球季三勝四敗 3.45投手自責分率 第一球就打到小黑的手上 是一個出身球 差到了護具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還好 沒錯 也還是相當的夠水準 也集出了兩發拳雷打 這個變化球其實石頭到比較中間 剛才是一雷勝 楊崇輝先生 看是不是有 投手犯規的情況 來看一下 這個是不是沒有順點的情況 然後 投手犯規 對 好 這個球打在了右半邊 右外一手 曾宋恩接殺 統一吃隊的其他的左打者 大部分情況也是蠻類似的 好 這個球反方向切到郵寄房區 小可愛 江柯宇傳將 一雷 好 因為傑欣很喜歡打反方向 所以 反而是沒有辦法推進了 安可對戰 德寶拉 聖陽沒有從他手中打出過 拳雷打 這一球啊 傳越 在中間方向看看有沒有機會 小黑衝回來 這場比賽的第一球 換回來 沒有問題 彭利斯隊率先取得 1比0 而且 打點王 林安可發威了 對 這個球失投到比較高的位置 直接被林安可給鎖定住啊 而且不容易的是他兩個自打球 第二個球還打得蠻痛的 對 那這個球揮棒的平衡還是維持得蠻好的 21勝800 2.49的對戰防禦率 一個外角橫向的變化球 讓胡金龍會有空棒遭到三陣 這個球季完成單季二時空的成就 他17跟19年他單季都是19空 哇 這個內角球 朱聖不喜歡 對 這個訴求 止球對決 疑似了一個high fastball 對 而且以他的身高來講 投在這個位置 其實是更有一個上串的效果 打擊輪到7棒的江坤宇 江坤宇打第一球在 游擊的防區正面 陳正平來錯弄 Out 蠻辛苦的 這蠻辛苦的 像邁阿密也是 是 就是馬林育隊的球長 這球 感覺潘傑凱好像不太適應 德寶拉的外角滑球 這球被吊中 連揮了好幾個空棒 這個變化球是提前落地喔 但是 感覺 潘傑凱稍微有一點拆球打 這一個好球 主審時間拉攻 外角146 對 前面一顆 也是訴求進了喔 主審沒有撿的情況之下 這一球再把這個訴求 再修正進來一點點喔 外野的側速槍其實也修正了兩次喔 好 戴安把這個中間的球打穿二壘防陣 擊出安打 呃 待了一段時間了 對 非常歡迎他回到大巨蛋 就打出了安打 對 黃忠偏內角的訴求 這個頭就比較高了 林戴安就沒有錯過了 好 打進場內 但是在擁擠的正面 江蕙玉 接球後傳向伊蕾 解決許哲宴 就結束了二局下半 統一師隊的進攻1比0 統一領先 一般棒球史上的一個紀錄喔 因為他目前為止沒有可以容納 那麼多人的球場過 是 好 布雷克前面的軟弱滾地球 也邀請對方的啦啦隊一起來 不錯 不錯 好 打進場內 優結的正面陳振平 處理起來應該不是太困難 傳得又直又準 壓力絕對會是有的喔 這球擠壓到 補手的機會 林戴安很快地把面罩撥下來 在界外區 將越振華的飛球接近手套 布雷克目前在前面三局 只被詹子嫻打出了一支短程慢打 好 這球被向中小黑 集成的中間穿越安打 連丟兩個打球 林戍的左打準喔 並沒有因為這個內角球的攻勢喔 就把這個站位往 這個本壘板移開喔 所以還是站得離本壘板很近 那這球得巴拉投到比較外角的情況下 就被小黑給鎖定住喔 兩好一塊 外角球被打二壘動向不太妙喔 4-6-3的Double Play 外角球是讓他打到二壘方向啊 越振華的正面啊 所以你出棒的時機會抓得 他跟得比較久喔 好 這一球中間安打 打塑頭果然是無敵啊 可惜的是前面有雙殺打 不然這個半局 同時是蠻有機會的 包括了小黑 包括潘揭開 包括陳重 這球拉中喔 送獎記錄嗎 乾爹 我看可惡 在大巨蛋生涯的第二支拳隊長 打得超遠 而且是一支平射砲 是打得扎扎實實喔 這一球唯一可以阻擋他 大概就是這個界外的Pole而已喔 我以為是跳舞 是 這個可能也是一個 也會阻擋他 很麻煩 娟舟下來教一下 溫安可怎麼跳舞喔 哇 這一棒真的是相當有力量 喔 髮皮給他穿起來 那個服務不夠周到 哈哈哈哈 喔 現在全場球迷都要期待 林安可 溫安可 跳舞啊 喔 這個壓力 跟陳勝平一樣大 哈哈 欸 旁邊有舊兵啦 喔 陳勝平 陳勝平 是 打到這個 越外有關這種席喔 是打到這個 界外標竿上 好 金龍 看起來德寶拉用蠻多的外角球來對付他 把這個外角的變速球 推到了左半邊出局 不過三局下半 林安可 大綁一揮 哇 擊出了本季的第13號 打到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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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發 bru 好 這又是一個穿越右半邊的安打 詹子嫻今天 二之二 現在布雷克有點小小的危機 不是 不prech 一樣 都投到比較中間的位置喔 曾慈念日看球看的比較後面 配角球打在郵寄房區 專業行程安打 現在沒有人出局 忠信兄弟攻佔滿壘 這個球陳盛平可惜喔 哇 這票受傷了 不太妙喔 才來到忠慈的第一場比賽 看起來是不是腳踝這邊有扭到 哇 如果受傷的話 對同事來講是一個相當大的損失喔 還是抽筋喔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治療模式感覺好像是抽筋喔 對 再來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不太正常的落地 看起來還好喔 對 他是胸口不響起來 看得太出來喔 不過賽前陳盛平有特別講 因為他之前大概在亞利桑那 就是打球的時候 美國那邊是比較乾燥的 所以他在賽前練習的時候 其實就流了非常多的汗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呢 也一直在喝水 他說他比較擔心的就是台灣的天氣 這顆球就非常重要喔 變化球打高 這是防守端的機會 看看左外野球晉成跑上來 三連上的跑者應該是不敢動的 對 完全不夠遠喔 嗯 現在用全量第七十個球 是一個低角度的壞球 保送 要擠回忠慶兄弟的第一分 哇 其實沒有等 直接開綠燈 左外野方向的平沛安達 好 現在忠慶兄弟要得兩分啦 是 水平比數 這球的確是不該等喔 因為完全偷到紅中喔 然後進的角度 哇 這個 紅中片內角 是江貴宇非常喜歡進空的一個位置喔 這是江貴宇今年在滿壘時的第二次安打 內角球 打在了遊擊房區 看看陳盛平先傳二壘 哎 這球給的比較小心了一些喔 而且加上這一球打得比較緩慢一點啊 越東華又是左打的 再次滿球速的對決 高宇傑 揮一棒落空 變化球終於來了 終於 布雷克 因為 南部的天氣比較熱 啊 這個球盤帥 揮得有點猶豫 對 接連兩個打息 都被德保拉的外角球給三陣 而且揮得都比較沒有自信一點喔 這感覺球已經到譬如說手刀棒子才揮出去 對 哇呦 這個花球 又被拉掉 喔 今天兩次打擊都是站著看球鏡 是 基本上潘建凱跟陳盛平的狀況喔 第二局跟第四局就都好像重播一樣 對 德保拉目前的5K 這是第六K 好 比較密集的送給了六七八棒 這球被打穿了一二壘防線 在滿球速之後 岳正華起球安打站上了一包 對 喔 王慧晨把球棒短出來 但是沒有點陳正好壘 out 喔 這是一個阻射 那當然以最後一動來看 他左手是摸到壘包 那陳盛平是晚一步 TAG到他的 岳正華的胸口 嗯 好 我們從更接近的角度來看一下 對 所以看一下左手這邊有沒有看起來 是 比較像沒有 比較像沒有 對 比特小組要多思考一下 不過也有時間的限制 對 對 對 如果剛剛出局會變成一人出局 偉像沒有人 跑者 結果又被擊出一隻安打 對 對 左外野方向的飛球 繞過三壘之後 岳正華回來得到超前分 哇 所以這個挑戰很關鍵 對 今天是布雷克 因為他本季第一次沒辦法投滿五局的比賽 對 算怪嗎 算有點怪 是 畢竟他前面四場比賽都投七局以上 對 對 所以今天我想對同一支隊來講也是死了未及 好 劉璇達上來 詹子謙打第一球在右外野方向 林安可接上 好 這個訴求反而是打穿了游擊防區 這球還是投到比較中間的位置喔 劉璇達上來之後其實 借了兩個打息喔 球路都還是比較高一點 這時候是沒有什麼保送的困境喔 哇 這球是漢 陳志豪 非常的好選喔 對 他今天選到 打壞球 但是在三壘防區接到之後 先傳二壘 再傳一壘 這是陳重庭的美技 今天已經第二次了 非常重要的一個手臂來側動的雙傷 喔 許正彥把這球帶到中間方向 但是 並不夠深喔 被中央的手 岳振華接上 而且已經兩度站上了一包 這個中間方向的分球 兩位野手都跑過來 但都沒有機會 哇 今天的上來率百分百啊 小黑 但是 切到的情況之下 飛行的距離不夠 然後 但是位置非常好 剛好落在兩個外野手的中間 當然還有摩英喔 除了拳壘打是排名第一之外 這球點進場內 紅手得爸爸沒見起來 喔 所以點出了一支內安打 陳重庭 看到 第一球就出 往三壘方向點了 看起來是給安打還寄失誤 來看一下 哇 看起來 不知道是不是寄失誤 對 5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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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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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暫停之後的第一球 德馬拉丘變化球 林安可打在游擊防區 傳二壘這邊safe 再傳一壘 out 欸 來看一下喔 這一球打出去 這是應該是一個強迫進壘的狀態 對 這壘上的球員應該是都必須要往前的 看來看那個球有沒有落地 對 要看那個球有沒有落地 要看這個球有沒有彈跳 對 現在看起來是 看起來好像這個半局結束了 對 這個半局結束了 來看一下 對這應該是一個Double Play 直接 直接接殺嗎 對 對 但是看起來好像是有落地 有落地的話大家就是要向前推進 對 那就是傳二壘再傳一壘一個643的雙殺 對 對 那先來看江坤宇這個球 是直接接近手套 還是有一個彈跳 這個很尷尬的一個位置喔 對 對 因為剛好是打在這個手套前面 互擋的位置 對 對 因為他的手套基本上已經要碰到地上 對 那你打到這個手套 護擋的位置 到底是剛好彈跳起來 近護擋的位置 還是說近護擋的一個剛好震動 對 那個位置是看著 跑者一壘跑者 跑不跑都很尷尬 那當然也只能說江坤宇很聰明喔 這位訴求打仗 二壘防區 但是從手套跟身體中間穿過 哇 這個有沒有接到差距很大 對 許哲彥這球並沒有處理好 對 對 他們打得算是蠻強勁的喔 許哲彥彥彎下 哇 這個球貼著地面滾過去喔 如果接到的話 至少可以封殺 他往二壘的跑者喔 那現在 在沒有接到球的情況之下 就變成 無人出去一三壘有人喔 嗯 跑球 傳上二壘 哇 傳得比較短 對 因為第一時間 這個球被中間方向安打落地 現在中心兄弟的第五分回來 第六分也滑回來 第六分也滑回來 哇 這個飛娃娃兩位跑者都回來得分喔 很好一換 喔 變化球來了 三陣出現 是 所以剛剛就說 應該需要來改變一下他的速度跟節奏 這一球 這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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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一個變化球 看起來有一點像是紙插球 對 過法是紙插球 是 今年的人氣王 打在了右半邊 解殺 林安可 趕快做回傳 兩球去 李其風也是非常仰賴他的這個四縫線 四縫線 使用率也是到百分之六十五的 所以說你很依賴單一球種的情況之下 像現在你控久控不進去的情況 你就會拿不出第二顆球路來打 特別現在用球數已經是比你要不要換頭的邊緣了 喔 好 上來又是一個保重 好 陳俊就把這個比較偏高角度的球打在了左外野方向 還在飛行 上到了看台 哇 這一棒的是重創的同時 對啊 三分泡 駿秀的三分球 這樣子比數被拉看到了9比3 好 這球拉回來打在一壘防區 而且明天剛好是週末 嗯 OK 穿越了二壘上空的安達 現在比賽才六下 林世瑞還是積極的把握機會 對 好 這球投到廣東偏內角喔 林世瑞也是把球帶得比較裡面一點 風王其實跟他們整個打線 啊先看這個游擊防區就是不太妙了 被江可宇來側攻 這一次的4-6-3 好 好這個球陳勝平打到了左半邊 看正朝的詹子嫻而去 是 今天看起來是牛紅車輪戰 對 那現在差六分 那部分都集中在六月份 內野的滾力球 連著三連邊線要掌握時間 傳一壘 Out 因為第一時間才定是出局 對 如果幾乎同時的話 就是基本上 維持圓範的機率會比較高一點 是 這個角度應該最接近 這個看起來還是蠻接近的 對 也是七局上班的比賽 是今天中興兄弟第二次提出挑戰 沒有足夠的證據 所以還是維持遠看 打在棒頭上 所以球飛得很高 但並不遠 兩位野手都過來 這顆林丹覺得有機會 但主審沒有舉手 今天球季他的打點也來到了13分 游擊防區 哎呀 哎唷 沒傳出去 哇 陳勝平真的今天有點緊張 他移動到正面了 但是最後彈跳沒有算好 那球是打到虎口的情況下 要抓球沒有抓住 看到他在游擊防區的表現 算是還蠻不錯的 好 終於打進場內 許哲彥說到你就來了 在中興兄弟這邊呢 也終於更換了投手 蔡奇哲上來接替先發的德寶拉 對 曾宋文 哇 這個球沒打到 但是球露得有點遠的 捕手撿起來再傳向玉蕾 忽然打這個滑球 打完之後自己也相當蟹氣了 在三壘的上空 這球卡得相當的高 非常非常高 也相當的遠 上去了 邱智晨 又玩也幫將全力打 紅不打 乾爹 給我六萬 哇 全力打 本季第二隻彈打的是時候 哇 這球仰角也夠高 然後飛行的距離也夠遠 是 哇 今天邱智晨 猛打賞耶 對 剛好是打在右外野 這個全力打場 比較近的一個地方 左右外野的全力打標竿 也有335 對 其實 也不算是特別近 是 就是以台灣的球場來說 中外野400 然後左右兩邊330 大概是一個標準 小黑這個武力應該準備很久 這個飛球 也考驗著 YES喔 差一點被 小可愛給接到 不過 讓沖廷站上了蕾包 是 哇 接到就省了 對 太省了 而且真的差點被他給逮照 哇 這一球 這一角球 小黑的龜棒洋角難得這麼高 哇 這個球 龜棒洋角像是這種高爾夫式的打法 沒錯 記者有在問他說 其實你長得也滿帥 你有沒有覺得 球隊有哪些長得比較帥 他其中有講到小黑 OK 也是一隻長打的結線 好 現在 北上的跑者陳崇廷 要回來得分喔 兩出局之後同志隊連得兩分 有兩安 而且帶有三分打點 第四個快球 今年謝榮豪防禦率5.12 每局被上壘率是1.45 胡俊龍把這個球打到了右外野方向 進到了宋承瑞的手套 這個球打在中間方向 滿深遠的陳潔憲還在後面盯著球 沒有離開過他的視線 哇 就在全打牆前 因為本來其實棒球 先看這一球 這個球才是不夠遠 可能打到球棒比較中間的位置 對 第一個加入中華職棒的場地 第一個賽季 我覺得 大家的還是更多正面的一個效果 包括對球團來說一下 在台北大巨蛋 我們跟球迷朋友來感受一下 夏天裡面在巨蛋裡面吹冷氣打棒球的 這種味道 潘憲凱今年球季還是有兩成九四打幾率 對 而且曾經出現過單場雙掌套 哇 打高了 這球被打好 三壘的上空被王衛城接上 正野的高彈跳 但是沒有彈過投手的上空 有點可惜 一拳打在地上 陳俊秀 接到後 自採了一包 結束了八局下半圖士隊的進攻 在這個半局 劉宇宙上來 面對忠信兄弟的打者 那支三分炮之後 忠信兄弟也沒有再追加分數了 好 塑到這邊了 在中間方向 這個飛球 結束已經跟 何愛秀講說 我來 這個球被咬中 在中間方向 諾蒂安打 送成位 在大軍看球 是真的會比較舒服一點 好者走 好 這球算太短了 這球接到錯 送球送得太短 情況之下 讓陳中丁 接球還必須拉回去 打到棒頭上 但是飛行的距離也是蠻遠的 右外方向的飛球遭到接傷 剛才倒上二壘 送成位現在上到三壘 又要13號面的台剛熊 一拿下了10分 這球打得相當遠啊 直接射出去 又上來看台 這是兩隊單場的第四轟 也是一支兩分炮 是 這一擊對統一師來講 就過於沉重了 這球高宇傑打在了 安可的管區 五金龍今天有一次來打 六棒開始 攻擊力就很高 小黑啊 單場四安 哇 這個外角球其實投得已經很低了 剛剛看到其實 內角低的球 小黑是用這種 撈球的方式扛起來 出右外野方向的水雷打 打進場內 但在江坤宇的防區先傳二壘 再做轉傳 四次雙殺 今天都是江坤宇來放 好 接線打第一球 在二壘防區傳向一壘之後 結束了統一師隊 在九局下半的反攻 也結束了這場比賽 中場十一比五 忠信兄弟在下半季的第一場比賽 擊敗了布雷克領軍的統一師隊 拿下了勝利 對 像躍動好 那一支拳雷打還是非常關鍵 直接讓統一師這個半局 是沒有任何反攻的氣勢出現 今天的勝利投手 德寶拉 在他的投球六局當中的表現 也是非常的穩定 拿下了賽季的第四勝 雖然丟掉三分被安可拘擊 但是 隊友在攻擊上面有非常多的火力援護 那布雷克則是吞下了本季的第二敗 勝利打點是五局上半的王威成